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突然觉得人民选民给国民党多一席是怎样呢 有这么费吗 好 我们先从这个办法先讲起 欧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 现在立法院是113席 我们现在这个前提 这113席里面呢 52席是国民党 51席是民进党 8席是民众党 2席是五党籍 五党籍分别是属性偏蓝 高金素梅 还有苗栗的他刚引陈超明 但是坦白讲了 在这个立法院啊 习登以后没什么蓝绿了 那接下来就是比实例嘛 OK 在立法院的院长投票的规则 我看了很多台湾的名嘴跟主持人都乱讲 讲错了 我还以为我讲错了 我刚刚又确认一下 又看了一下 事实上是这样子 不会有第二轮投票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三分之一出席 这个选举就成立了 也就是说你再杯葛 都不会进入第二轮投票 三分之一出席的意思是什么呢 113席的三分之一 等于37.66循环 38席委员出席 这场选举就算数了 那你觉得会低于38席吗 那不可能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第一轮投票是一定投定了 那么按照立法院的规定 是出席的人 最低标准38人 假设38个人出席就开会了 就投票了 出席的过半数当选 就是你的这个第一名 必须是过半数 要拿到20票很困难吗 不困难吗 所以过半数是很简单 除非三加分票 那才会进入第二轮吗 看起来机会很小 还有另一种可能 就是蓝绿两边52对52 对 只有这个 但这个可能很低 蓝绿之后52对52的几率很低 这加起来104嘛 后面有9票就是投给其他嘛 这样子几乎是零 因为超这个盘的人 超这个盘的人 不会笨到失算 弄到52比52 没那么笨 对吧 52比52就是说 正好绿的只拉过来 蓝的那边一票 其他的正好全部都没拉到 好 这种情况是52比52 但这个几率真的不高 那这个超盘的人就去弄别 现在知道的就是说 已经拉过来 就是在本来52加2的那部分 已经拉过来4票了 所以他就会变50加50对55 目前是这样 5550另外还有一个8 好 好 这个就有趣了 如果是50对55的话 这证明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说民众党的8席投自己 或者投废票 不管怎么样 剩下105席嘛 那各位不要忘了 这105席是国民党52 民进党51 无党2嘛 对 那如果会干这个事情 会这样操盘去拱民进党的肯定 是不想要让韩国瑜当院长的 而自己很想出来乱的 那这个人嫌疑最大的就是傅昆琪吗 对 他已经说了嘛 对 好 那傅昆琪这一票自己跑嘛 所以就变成了51比52倒过来 就国民党只有51 民进党呢 就变成了52 是 对不对 好 对 最简单就是傅昆琪在拉一个人 投废 就从部长旗里面拉一个就够了 对 那就50比53了嘛 三票 那部长旗那个金属没会给国民党嘛 对 这个不用怀疑 这53对52嘛 不不不 刚才已经算过了 没有没有没有 你重新算一次 好 52比51嘛 对不对 嗯 现在这两票假设啦 假设这两票都是国民党 就54比51嘛 我们先假设啦 好不好 54比51的时候拉过来两票 国民党是不是52 52比53 对 对啊 就这样嘛 对啊 那这两票里面有一票就是 不关系自己本人 他不用拉嘛 所以我说他只要拉一票 目前最少是这样 53对52最少 他只要拉一票 嗯 他只要从国民党 而且那一票完全没有压力 那一票人家是五党级嘛 如果是的话 那就没话讲了 是 对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就是苗栗的陈超明了 因为高精四美 应该是铁的嘛 还不止 现在立法院那边 所有的相关记者知道 还有两票 还会再跑过去 那就50比55 那就会变50对55 对 那你讲对了 好 那如果插到五票的话 那就是这个已经孤城无力可回天了 就是 但是对不起 这是院长票 对 这是游锡坤对韩国瑜的票 是55对50对8 OK 好 那院长这样的话 那副院长就要交换咯 副院长就另一件事了 对 那我就要交换了 如果我是傅坤琪的话 我给你换副院长 也够大了 有可能吗 我觉得副院长还可以换别的 不一定要换副院长 我懂你的意思 比方说换官司解套 换某一个利益 还有换2026 他再回去当花莲县长 这个不用换 因为徐真卫已经到任了 对不对 对 好 那傅坤琪他可以以立委的身份回去选县长 这是很容易的 对吧 对 可是你要知道 傅坤琪案子很多 他只要在选举前几个月 把他忽然逮走 他根本没办法去登记 也没有出来选 他就不会选上 对啊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司法帮他解套啊 对啊 所以呢 他要确认让他可以选县长这件事情 如果交换成功 他就真的再回去干县长干八年 那傅佳佑又是在花莲还有11年的时间主政 我觉得我如果是他的话 我认为他应该会想要留在立法院当副院长 因为要法办立法院副院长远比要办一个县长难度高 县长县市长去坐牢的太多 但立法院副院长要被任内被法办有一点难度 所以我觉得要保他自己的官司 留在当立法院副院长会比较容易 但是千万别忘记 鱼虎牟皮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如果他今天跟民进党交换 当然民进党轻易的撕毁合约 反正我主政我爱怎样就怎样 傅坤其会赔了夫人又得兵 但是这样看起来 韩国瑜要当立法院院长的几率 现在算一算趋近于零了 这样说对吗 对 那副院长会怎么选 我觉得副院长还是会绿得出来 同样的手法再玩一次 可能票数差个一两票 因为你还漏算了除了县长还有官司以外的其他东西 什么叫其他东西 你现在算的是傅坤其一个人对不对 他这个位置对不对 你还没有算金额 而且你没有算 那如果他们家两个人三个人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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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家族的 对不对 难道只有一个人有官司吗 我这样讲 第百分113席 当然有些是新科的 新科的很简单 只要你干过公职人员 没有查不出来的战狼 没有关不了你的理由 尤其是干过县市长 你很难找到完全干净的人 包括红世文哲 如果拿对红仲彦的手法 去对那个发票 去对那个 以前对那个名 澎湖县长高职澎的手法 黄世民派了不知道几万个人下去查 查了他八年的发票 当然会对出个米格来吗 没错 一定有的嘛 所以没错 谁敢赌 没有人敢赌 对 所以你认为 可能是你自己没问题 你旁边人出问题 但是你干了张 你还是有问题 那就是马英九的case 你说你自己当老板 你会下去 你报仗的时候 你会下去每一笔仗 对吗 不可能 那你不是神经病吗 那底下的人便宜行事 那你又觉得 底下的人没有贪污 那钱也没到我口袋 我大笔一挥就让他过了 一定的 谁会去对属下的手票 那个发票 神经病 尤其是市政的开销 那个特资费 这些东西很庞大的 又很琐碎的 对不对 而且你做老板的 你又没有自己付账 你说去买个十个便当回来 你会去对哦 哎 这是排骨饭 52块 鸡腿饭 60块 哎 去去去小市店 叫那个老板打个电话给我 我确认一下 那鸡腿便当是不是60 哼 所以每个都有事了 要死死整堆啦 对不对 那尤其是傅珍奇他们在花莲啊 那个事迹斑斑哈 大家徐真卫呢 其实那个要出来举证人很多啦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票数低到只剩5万多票了 就是傅珍奇也好 徐真卫也好 他们呢 并没有绝对优势了啦 嗯哼 只要这个立盘被抄了 两个人都都中了哈 那是连跟把戏别开玩笑了 所以立法院长 国民党要再败一次 副院长也很难到傅珍奇手上的啦 嗯 对 因为票会怎么到时候傅珍奇 只有自己投给他自己啊 其他三个跑票的人 还是投给 还是都被另一边的哈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是民进党的话 嗯 我根本不跟傅珍奇交换 我只要点他一下 跟他讲说 这几个案子 你想不想要解套 然后同步的跟 国民党里面的两三个家族 讲类似的话 他根本不需要靠任何一个 好 以上的版本呢 是我们纯情少男彭文正的版本 不是我欧崇敬的版本 好 那这个江湖浪子有什么看法 我不是江湖浪子 我只是非常务实的 投票工作者 好 那你说你的版本 你怎么会认为他们是在交换呢 这个就是恐吓啊 恐吓 你真的数兔吗 我至少不是白老鼠 我不是数鼠 所以还好等级还可以 你不是很牛吗 你是不是数牛了吗 我跟你说 从头到尾 傅珍奇说要出来选这个事情 只是一场戏 真的吗 他不用这样 他怎么 他怎么能帮我把 把票给跑了 好 再来 他不能一开始就跟绿的那边 讲好吗 他一定要把这场戏给唱好 对不对 他才能够有名正言顺的跑票啊 不是吗 我懂你的意思 他投给自己 这个有点说法 就我也没有背叛啊 对不对 我只是想出来选啊 我投给自己不行吗 没有 他可以演出一个 我只是跟他交换 最后他没跟我交换成功嘛 我只是跟他交换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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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副院长是我 这个戏就naturally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 是他们把我卖掉 我有投给我自己 院长回来 但是我其他人跟着跑票了 那不是我的事 OK 所以呢 所以也就是说 他本来就跟他们很要好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个 有某位资深委员绿营的 他的办公室在青岛东路 那副院长经常训练 经纪初一进去好几个钟头 难道记者们都没看到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 你政党协商都正好去人家办公室 有这么巧 去那么多回 那人家不会把话放出来说 你跟他是非常要好 这都已经要好那么多年 又不是今年开始 是不是 好 那我这样讲 国民民进党推出来的政副院长 还会是游其坤蔡其昌吗 我觉得蔡其昌凉凉的 蔡其昌一定会换掉 他不出来他不推蔡其昌 他也会推这个新潮流的某一个人 新潮流现在有办法当副院长的人 其实蔡其昌也很嫩 坦白讲 那这次选的这么难看 他要当副院长其实不容易了 那总而言之 副院长不是那么关键 他只是一个监军 就是说监督说 这个钱到底要分给谁 就这样而已 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立法院院长 根本也不是游其坤 因为你们各单一任 已经差不多了 干脆 目前为止还是游其坤 因为游其坤 功劳真的对赖信德很大 对他帮了赖信德 得罪了这个蔡英文 还被拔掉了自己的派系的这个大庄角 所以再还他一次人情 显然是必要的 好 那我要问的是 柯建明 会愿意去干副院长吗 还是继续干他的大党变 没有啊 会去 柯建明干总召 把整事情都瞧好 这功劳那么大 到时候饼干都到他那里去 有什么不好 所以他不会离开总召 他宁可 他一定是绝对永远的总召 那没问题啊 你给他干 这整个局是在他那里瞧好的 嗯 对不对 所以他会决定谁是副院长 没有 也不是他决定了 反正就是 他是整个 coordinary的这个 最最有power的关键人吧 ok 他这个调整能力比赖信德要强10倍 嗯 但是就是没有他的话 这个局是成不了的啦 他这个局是人家已经布了四五年以上啦 哼 之前就已经布好局布到现在了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旗高一招啊 人家是提前走了好几年啊 所以你根本这时候才要仓促成军啊 你就要赢人家 那哪有可能 我还想提醒一件事 我们我们知道全台湾呢有181个这个大中小级别的议会 对不对 嗯 我不知道 100是最高级 然后22个县市是第二级 对不对 对 然后158的乡镇是第三级 对 对 181 来来来 这180个议会里面要选他们的这个议长副议长或者是代表副代表哈 或者龙头不龙头这样好了嗯 你有听过 你有你有听过 那这180个议会哪一个不用买票了吗 我早就讲过了 在地方这是不可能的 你在中央呢 在一样啊 嗯 好好好 那我也是议员你也是议员 我就先 我先把你放在那边 其他180个 我们假设有170个在买票好了 假设好 为什么有些不用买票 是因为我已经赢定了 你还买个屁 那好 那我们假设这170个 那这170个买票是谁谁买呢 难道议长本身买吗 代表本身买吗 他会派人去买 好 如果大家有点听不懂啊 我就改拐个弯 比如说好了 这个某国内大学里面啊 这个各学院都派出一个人出来 选校长 为什么每次当选的比较容易是医学院的呢 难道医生就比较可爱吗 不是 所以医生他拥有太多的药商这些博物馆 所以博物馆会替他们去打点 会把钱该送到哪些 投票的委员那边 会都把他打点好 所以博物馆会完成他的任务 所以医学院那边出来代表 比较容易当选校长 这样讲到有没有听懂哦 那可能你还只听懂一半 那你要看游席坤后面站的是谁 然后呢 你要看看这个 韩国瑜后面站的是谁 韩国瑜后面站的是韩粉跟沙石叶 还有英语教学 那游席坤后面站的是谁呢 这个我已经在彭文正的节目说过了 这个我就不好意思在这边再多说 人家后面是最大的运作的博弈论者 那彭文正后面站的是谁 这么嚣张 彭文正后面站的是国乡夫人 拿着鞭子在冲打彭文正 历阵站好 彭文正后面站的是主耶稣 所以才会这么嚣张 好 行行行 好 所以这一局里面你根本 那个一打开来 看他们后面站的人 你就知道谁赢了 一席立委 你四年当下你能赚多少钱 现在顶多一席下来让你赚个五千万 然后把选举的钱给cover回去 然后还剩个两千万就已经偷笑了 那如果他一票给你两亿呢 你两亿还可以去升利息呢 而且是现金呢 对不对 他就拿20盒水果盒 那个装大苹果那个盒 拿20盒 然后车子一打开 叫你人的后车箱打开 把他搬进去 然后让人家车库 你你连那个什么手机那些都来不及拍 然后 然后连那个什么摄影机也也也拍不到啊 上面还不连号的 那我请问一下欧老师了 你给我两亿现金 你放到我的车库 然后我接下来要干嘛呢 我从车库搬下去我要放哪里 这是第一个 这个我讲 他就买裸赚买金条就好啦 他买裸赚买金条 他家的保险柜里面 你永远没办法 你不知道人家家本来都要裸赚 本来都要金 他到时候吵到他就说 我没申报啊怎样 所以我家本来就这么有钱啊 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那你是拿过吗 你为什么那么熟 哎呀 这个你只要当过记者 财经记者 或者社会记者 或者政治记者 好 有在跑线的 听都听到不想听啊 所以台湾真的是黑金的王国 我觉得蛮悲哀的 一个采访中心主任 哪一个不知道的 哎呀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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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来宾也不知道 我建议你把他fire 这个基本上都是知道的 那就应该fire那个张海君了 他应该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 但是呢 知道的人在全台湾 绝对超过3000个人啊 这太多了 嗯 对这个方法太多了嘛 要不然啊 台湾那么多银楼在开什么的 平常都没生意耶 他为什么要开那么久啊 嗯 银楼就是令人让他们做这方面的 这个叫做哈 你叫洗钱也可以啦 叫转换也可以啦 叫方便也可以 反正你爱照什么都可以了 嗯 嗯 嗯 那民众党从此被消灭了吗 没有 民众党担负了伟大的责任啊 他到时候2026年 他2025年就可以开始运作 甚至现在都开始运作 他到时候22县是县市长 只要民进党岌岌可为的 或者呢 民进党啊 会落败的 他就多派一个民众党去 除非国民党实力在当地非常坚强 例如台北苗栗南投 花莲台东 金门马祖 否则 他只要多派一个人去 肯定就被民进党赢了吧 好 这是属于22县市 再来讲 158乡镇 158个乡镇是 如法炮制 如果民进党本来就赢定了不用派 国民党赢的 或者国民党跟民党有拼的 都派 派100个 嗯 所以加起来派个100多个很容易啊 那目的是要把 国民党 消灭 也不用消灭就是 你国民党就立刻 瘦掉了嘛 好 你因为你县市长 你如果本来是15 你一下变成只剩 7 8 好 然后县市长你本来可能有50 你立刻变成只有10几 那那那那那你很可能就 大家知道你就开始要走向第三啊 如果在这个板块里面 民众党也胜了国民党 那大家就用了民众党开始要变第二了 哦 因为这个要转换的过程他需要好几次选举啊 他至少要去经过四到五次选举啊 可是这个局势会让你知道说你只要是选首长 包含选总统副总统啊 就都是这个局面啊 嗯 就变成国民党你只能去选立委 议员 乡政市民代表跟村里长 嗯好 还勉强OK 但是他如果接下来在所有立委其实也这么干的话 因为立委是一对一的哦 对 那也相当不妙哦 那你最后就增加议员 乡政市民代表跟村里长 嗯 一旦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只需要三次的选举 也就是2026 2028 跟2030他只要三次下来 你到2032的时候你你根本就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了 哦 8年后的时候就是他足以让你受到说 譬如你县市长只剩7期 你县市长只剩10几期 你的立委可能只剩30期以下甚至更低 好 那那时候民政长在这各方面都已经跟你起鼓相当 他只输你议员代表跟村里长 那这个东西大家觉得不在意了 嗯 可是他在总体的票数上可能他已经到32 35 你国民党在总体票数上肯定受到是26 28 你认为大家会认为谁是最大在野党在这个时候 哦 这个局已经定下来了嘛 现在柯文哲只在做模作样跟民进党没有合作 但是他已经把国民党打得满脸都肿了嘛 说不是让国民党内斗的工具有没有 哦哦 那傅文哲这出戏不是演的很好吗 既做给柯文哲一个好的球 又做给民进党一个好的球 也做给自己一个好的球 这种三赢的守保护文局当然干了 他说是聪明的不得了 你讲的百分之百有道理 你看啊 民进党在国会只输国民党一席 就算最糟糕好了啦 那两席五党籍都靠到国民党 假设啦 那也不过才输三席 他拥有所有的国家机器跟资源 这三席搬不倒吗 我不相信 所以国民党 在立法院 政府院长这个选举当中出局了 那 我觉得 我想再爆料一个东西 你的观众一定没有想到我可以讲这一块 你也没想到我可以讲这一块 你说 我想要说 以上的假故事 我说的是真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其他人不说 有这么多人知道为什么不说 这个假故事是用来骗谁的 除了骗部分痴情的观众以外 是用来骗谁的 以及其他人为什么不说 我想把这个说破 骗痴情的主持人 No 他们主要是用来骗中国大陆 中共骗北京的 让北京觉得就是这样 那没办法 输了 不是的 北京每次都被骗 骗他的还都是国民党的人去骗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事情是用来主要去骗北京 跟骗 这个国民党的投票群众的 那这些记者们为什么都不讲 这很重要 为什么 知道事实 不是只有我知道事实 知道事实很多 为什么都不讲 为什么 配合演出 配合演出你才有节目上 你懂意思 那个名字在高高低高高低低 那个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客制化的 故意在扣人心诠用了 在吹票用了 对不对 这样才有收视率 没错 而且这样子才能把票给逼出来 让大家紧张高高低高高低低 那难道这些民主人都不知道吗 难道好我直接讲 难道这些民主人都不知道吴子佳在搞什么鬼吗 知道嘛 那时候在搞董事长开讲的时候 民主人都不知道吴子佳在跟 这个郭台湾唱什么戏吗 知道嘛 但是为什么 都没有把他说破 说破你就没戏唱了 你下次不想来啦 我们现在的20几个call-in节目里面 9成9 是配合演出的名嘴 配合演出有两种 一个是知道内情的 配合演出 第二个是不知道内情的 乖乖按稿子讲配合演出 两种 那0.1成是什么节目 没有 0.1就是不小心叫错人 像我偶尔会出席 还是叫错人叫错人 欧老师又说了实话 或者我说实话 赶快把我打掉 换别人讲 就这样啊 你的节目的优点就在于 我说实话可以打断你 你发现我讲有道理 然后观众来骂人说 他可能乱讲 你还说不一定 我们来听听看 最后还印证说 他9个月前就讲的是对的 还帮我做论证 你看人家3月起就讲的是对的 这种节目很少的 所以你应该得普利之奖是没有问题 来 我们办一个台湾的普利之奖 然后办给自己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解开了这么多秘密以后 台湾观众会有多少人醒来 这种节目是没关系 所以我们开始开始 词曲 如果这种节目是没关系 这种节目是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碼560他不會是完全沒做為的 因為不投票也不代表他完全廢了 所以我認為台灣現在是四國典力不是三國典力 所以後面還有的好看的 因為假設我們不斷的給大家一個啟蒙的力量 那整個情況就會覺醒 很好 我跟你講 2024年我始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媒體呢 我不要好眾取從 其實我坦白講我不需要人多我的節目 我需要精英分子意見領袖 看我們節目 而且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的 了解我們是不為世傑不為利用 不被買的 這樣就夠了 我再補一句 我認為應該是跨越台灣的所有聽得懂 普通話國語的都來 也就是說他不分國籍 只要是站在真理這邊的人都可以來 那這樣的時候那個力量就大 就說那個華人世界真的透過這個節目被啟蒙了 好 我問一個問題 你比較有國際觀 不敢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先佔據福爾泰 沙特 盧梭這個位置 再來討論誰可不可以幹 邱吉爾跟戴高樂和安倍晉三 我的意思是這樣 好 那我問你啊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我都知道我有一群支持者 因為他們都表態 那偶爾我會看到簡體字的 但是不會像那個唐湘龍啊 或者是蔡振元他們的節目那麼多 我偶爾 偶爾看到幾個 他們他們會說 我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 我的觀眾 你覺得我這個節目呢 會到中南海嗎 你的節目當然是連CIA FBI 中南海都是監看的 這絕對沒有問題 他們一定請專人監看 只是他們把你放在哪個高度而已 所以我建議吳文正你 接下來呢 那些王爾麻子250呢 掃上你的節目 你多進入這種整個 屬於華人的深度結構的 這個揭秘 以及這個怎麼讓華人 進到一個啟蒙的狀態的 這樣的一個論述的 相關的這個政治現場分析 而且以台灣為藍本 不需要去得罪台灣以外的人 我們就把台灣這裡好好弄好 當台灣被啟蒙了以後 華人世界就有希望 就這麼簡單 聽不懂的人就別跟我吵了 我現在是跟這些觀眾人辯論的 試問王爾麻子是誰 250是誰 就是說一大堆連以上我所講的那些 都真的不知道的人 你就省省力吧 或者裝作不知道也一樣 那更要叫他不要來了對不對 謝謝開示 我跟你講我的志向 比你的稍微遠大一點點 你講你講你講 我知道你還想掃天堂嘛 秋遲寫給陳伯之書中說到 氣燕雀之小智目鴻湖以高翔 2024年我要用英文向全世界 告訴全世界 the true voice of Taiwan 這是我的目標 我要讓大家聽到台灣真正的聲音 這是2024年 那我希望我有一天上帝寺給我48小時 要不然就是讓我能夠有加速的力量 讓我中文英文一集一集一集來 然後我要把台灣真實的聲音介紹給世界 所以賴清德你的駐美代表已經上任了 你還沒上任他已經上任了啊 接下來祝英代表啊 歐盟代表啊 很快也都會上任 所以大丈夫 嘿就這樣 我送給這些政治人物一句英語裡面的業語 然後再把它翻成中文可以嗎 可以 Bresence ar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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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blessings 福即是貨 貨即是福 Bresence are disasters Disasters are blessings 對 翻成中文就是老子的貨福相依 以上那句是出自於薩斯比亞的馬克白 嗯 OK OK 好 如果大家一直在跟隨著這個主流的政治走的話 你以為是福常貨就來了 你可以看到 從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蔡英文 這麼多潮 包括他們自己 哪些人得福 哪些人得貨 還不夠清楚嗎 所以 如果一直把自己的命運 控制在白宮 或者任何的政治的 政治力量的控制底下的話 沒有真正自己獨立站起來的話 你不要跟人家討論什麼統獨啦 嗯 你先講獨立判斷就好了好不好 嗯 對不對 你買武器是有沒有獨立判斷你該買什麼 嗯 以及你的演講好有沒有獨立判斷你該講什麼 嗯 還有我們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 比如說勞保快倒閉了 健保又快倒閉了 你有沒想過該怎麼辦 嗯 那些事情都是該想的 問題是 我們現在所有的這個所謂 啊 國家領導者這一大群啊 都叫領導者好了 這些上層結構 他們都忙著在分配 忙著在把錢 串到兜子裡 忙著在應付所有該應付的場面 然後講相關的謊言 那這樣台灣怎麼會好 當然不會好啊 選出來的人永遠是同一類的人啊 只是頭髮中分還是側分 只是英語是講酒吧的 還是講公園裡面的 好 是夹皮包的英文啊 還是講酒吧裡的英文 只有這個差別而已啊 嗯 他始終選不出真的高智商的人 為什麼啊 一群梁三伯的土匪 你能選出什麼當朝兩膀盡勢啊 那不可能的啊 嗯 對不對 你也不可能選 選什麼 莊子 孔子 孟子 荀子 出來 來當你們的領袖啊 不可能啊 因為這一群人 他只可能選他自己人嘛 好 那如果我們是真的經過啟蒙了 那對不起 那那就不一樣了 我所以真的不好聽的話 大家仔細想想看我講什麼道理 我們現在的選舉還比不上羅馬的選舉你知道嗎 嗯 旁邊城挖出來 你們去看看旁邊城裡面的選舉 他連酒鬼都成了一個酒鬼黨 然後呢推選他們自己一個候選人出來 好一個小小的兩萬人的城哦 人家的選舉都是一個公開的 我們現在為止的台灣選舉 可能落後西方的選舉 說不定落後一千多年 難怪人家把你當第三世界看啊 所以人家怎麼看待清德 就可能認為你跟索羅門群島 跟馬少爾群島 跟印尼跟菲律賓 完全都是一樣啊 根本不覺得你是什麼科技島 不覺得你是什麼哈佛的碩士啊 你就都都都一樣啊 那就把你當第三世界的人看啊 問題是台灣不要這個吧 台灣要求自己站入 站進一個先進國家之列嘛 台灣是希望自己 進到世界的頂端來被看待嘛 這是台灣真正的希望嘛 台灣不是不只是要獨立 而是要尊嚴嘛 那目前為止他們要的不是尊嚴 他們要的就是錢嘛 哎歐老師你這 你應該一路選總統選下去哈 我希望那個 那個過門檻的黨 我現在看起來是沒有了啦 能夠徵召你 謝謝 然後呢 去 我還講那句話 我還講那句話 先站穩福爾泰沙特 如梭孟德斯舅的位置 後面再說 你沒有站穩這個位置 你不是一個真的被大家實力確認的啟蒙導師 一切免談 因為你只不過會跟他們一樣是 在那裡分享權力或搶魔戒的人 那我對抱歉 搶魔戒要幹什麼我真的不懂 就好像我相信你跟我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 這些人要十億百億到底幹什麼 我們自己家的錢都用不完呢 為什麼還要去要那些錢呢 很簡單啊 因為他們的大佬就是看到錢就會春情蕩漾 而我們想到的是說這個國家未來是什麼 這些其他人該怎麼辦 他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想就是他們的權力該怎麼辦 他只要讓他自己家更有錢 很簡單啊 賴清德如果真的是這樣想 那個房子他只要清湊共同地 如果是你 人家講你臉都丟了 立刻把它拆掉 沒錯 沒差這個 你怎麼這麼丟臉 新戰國有力氣在 你一定覺得對不起 這個弄錯了 我不是故意欣賞 我立刻第二天就找機具去把它拆掉 你覺得丟臉丟他了 他不是 媽的一次丟淚 兩次丟淚 三次四次五次丟淚 我的天啊 吸引得這麼足 那不是就蓋起來兩千多萬 然後他還在那裡裝 只當過三年的立委就蓋那個房子 三年立委不吃播才六百萬 那房子兩千多萬 然後你在高的湖買那又五千萬 你在台南買又三千多萬 你哪來的疑義啊 你就在選舉結婚也沒那個疑義啊 而且我說真的 賴清德 你的賴皮寮 宣出來當地原地 不要蓋什麼礦工紀念館 你騙其人 你就蓋個公園 我告訴你 必應祖孫 將來大家進到這地方 賴清德把他的房子拆了 你要那個幹嘛呢 我是沒有怪賴清德 怪這麼多 因為他前面的 因為他目前做的壞事 比起前面的 是沒有多多少 但是就是說他沒有超越前面 他沒有比他們更好 也沒有比他們更壞 目前是這樣 但問題就是說 台灣目前的機會是什麼 這點大家要選清楚 想清楚 而且所有這些謊言應該一個一個的在節目裡面把他戒破 就好像說 你們以為賴清德是失去換票 這是怎麼事呢 人家是配合演戲 讓其他的人 方便把票就這樣給投過去 然後後面的戲演得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巧妙 你看他負責區對國民黨一下退黨 一下入黨 一下退黨 一下入黨 哇塞 這國民黨 對他來講很像是逛八大普通 很容易啊 是不是 愛進就進 愛出就出是吧 好 所以我覺得 你給了我給很大的啟示嗎 我其實我原本也這麼想的 我的這個 真經傳媒就沒幾隻貓嗎 我們就是其實在討論說 2024年我們要做什麼 就很簡單 再打斷你一個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剛才跟文正在錄影前 我們有一個大概三分鐘的小爭論 後來文正說不要不要講 我們直接開始 我說對啊 那我說我不太讓你的你的假設講 然後我有自己的意見 然後就變成你現在看了這樣 然後我們來爭論說到底會多少票 但是我的意見完全跟彭文正不一樣 對 來這也換你講 這個大家都知道 上過我節目的來賓 我絕對不會 我也不會去改變來賓 我更不可能就是當個媒體 我不會無恥到說 拿稿子給來賓說 你講這一段 你講這一段 我絕不會幹這種事 對 所以我現在跟所有觀眾朋友講 以上所有當彭文正開始在那邊算票 還是後面的這些 全部都是我集氣講的 後面彭文正我要說什麼 這個就是我其實蠻佩服你的 我跟你交手這麼多次 沒有一次 不是我突然出丟題目給你 那我一突然丟題目給你 你一定有你的思維 而且你的答案常常是不是按照正常邏輯 很正常 怎麼不是正常邏輯 是講錯了不正常 這不是我不正常 因為政壇本來就不正常 所以正常邏輯很容易推 可是我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說清楚 我覺得這段話也很重要 我不是跟彭文正很要好 他正要釐清 我是跟彭文正講道理 彭文正找我上節目 是因為我有道理講 我們之所以談得來 是因為他聽得盡我的道理 我的道理他願意聽 如果他不聽我的道理 我照樣掛他電話就這麼簡單 大家別以為我們是靠交情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沒有玩到什麼自己人 照家人遊戲 這件事情萬千聽清楚 他不屬於我 我不屬於他 這點大家聽清楚 所以大家是理念上可以認同的時候 才叫朋友 理念不認同的時候 那就 拍屁股走人 隨便 所以我們兩個的關係 絕對不是你 弄我弄 可傻情多 我們不是一起去逛洋的那種 我們可以去舊英山手牽手 我們2024年的2月9號還是要提供給大家春晚 這是我們對大家的承諾 我一直在承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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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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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